這當然是台灣還有民主自由發展嗎? 大家好,我是阿張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教教之前 台灣有一位網民在網上發文控訴 當中說 曾經在台北的一間Max Mara買了一件大衣 但因為袖子太長了,再修改 當我衣服修改後 他發現衣服居然不同了 還發現一件衣服在台北的實體店 是比網店的三倍貴 同時也只想這件衣服是中國製 而不是意大利製造 所以在網上發文控訴 但最關心的就是 這個報告之後 不但得不到網民的同情 而竟然引來網民一面多批評 好了,今天就追蹤第一關 究竟這件事背景是怎樣呢? 為何這位自稱受害人的網民 反而被批評呢? 究竟他又做了什麼呢? 然後我想逐一回應這位台灣網民 在網上被控訴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留言、訂閱、訂閱、留言 或是加入朋友的支持我 當然啦 如果想知道我多點工房 在網上的資訊 是否喜歡? 那麼現在立即開始 那麼想和大家講解這件事的背景 說說之前 我在台灣網民在一個叫爆料公社的專頁 發了一些長文同事 當作說自己在21年11月9日的時候 在台北的Messmara的實體店裡 買了一件價值七萬多元的新台幣的大衣 哇... 打算送給你老婆作為結婚第一週年的禮物 但是當我老婆收件大衣的時候 就發現我的衣服太長要求那間店作出修改 而在這個時候,這件事才是剛剛開始 當一位網民收到這件已經修改了就場的大衣之後 他就向一間Messmara提出多控訴 第一,他就說就場根本沒有修改過 第二,當我們收到修改了的大衣的時候 當我發現這件大衣的牌寫著 而不是原本的Messmara 第三,因為網民說他們在網上看到一件衣服的定價 也比台北實體店便宜3倍 所以就質疑台北一間Messmara是一間客店 第四,因為網民派一名Messmara的餘工 態度惡量不僅無視他們退款的訴求 而且更加對他們LINE裡面多條的訊息 一度不悔 再到2011月15日 一位台灣網民跟老婆一起走到台北的Messmara 在網民實體店裡作出控訴 而且更加在拍片公司中說 Messmara裡面有很多銷售人員圍著他們 甚至聲稱裡面有員工一度要求拉托 做出關門打狗的動作 打狗? 這下只是形容各下的為人 這位台灣網民都說她的老婆的情緒是極激動 當初說 我老婆本身比較驚小? 也有抑鬱症 所以就抵受不住這個刺激 正正因為當時的場面越來越混亂 所以當時Messmara的員工就決定報警處理 當警察到場了解這件事的時候 整件事大概就這樣 在這件事上 那位市主出了報告送訴之後 不但沒得到台灣網民同情 而且更加相信各方面的指罵 為何會這樣呢? 我接著來想逐一回應這位市主的控訴 首先第一個回應就是 那位市主的聲稱 那件已經修改了她的衣服 由原本的Messmara變成S-Messmara 真的嗎? 救命啊? 不如殺死我吧 大佬!你本身買的衣服 就是S-Messmara系列的吧? 你不懂就自己上個茶吧?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蠢嗎? 情況就好像 喂!我是要買一把Benz 你為何給我一個S-500啊? 你現在不是玩嗎? 第二個回應就是 因為市主說在官網看到一件外套的價錢 比實體店便宜了3倍 我從一個什麼都不懂 一個旁觀者看他們的官網 所以我發現Messmara裡面的大外套的款式 都是有點相似的 所以由此推斷那位市主 聲稱官網的價錢便宜 過實體店3倍的真正原因 其實只是看錯款 收皮吧! 關你的事的 樣子衰都不是罪過而已 第三回應就是 市主說在聲稱的大外套 就是中國的製造 而不是原本的二大製造 關於產地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很關心產地在哪裏的話 我建議當你買了產品之前 最好問一問員工的產地在哪裏 如果員工搭你一件衣服在二大製造 而給了一件搭製造的衣服的話 那就是員工的混蛋了 實際上是你未了解的情況下 買了之後才發現 中國製造的衣服 就算是很麻煩的 再外加上就是 本身很多的名牌都是中國製造的 其實在2019年 已經發佈了一個叫做環球奢紙品報告 當初提及到有性樂性的名牌 生產線都有似在中國 即是來大家二熟能牆的 Burberry、Koja等等 他們的產品都是中國製造的 最後再說就是... 中國製造有什麼問題啊? 我發現很多中國人都是這樣 之後就說到... 我們中國人有B了 想搶一搭 反過來... 走開啦! 所以... 我敢來就學那個法國大媽人 看到中國人應該要這樣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 這些才是標準的嗎? 第四回合 這位市主說到員工 意到不回他們的信息 令到他們覺得員工的態度極差 對於這樣說 意到不回的確不是很好的態度 但我們也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員工意到不回呢? 根據這位市主發出的對話截圖 當中除了看到市主 捉捉被人的盤問方式外 而且可以發現當中的質問 真的連我都不想回覆嗎? 你明白吧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連那些員工也沒有回覆 但我也很明白為什麼員工會這樣做 第五回合就是 這位市主說到 這件衣服根本就沒有修改過 這件事我真的無重判斷 因為你們雙方各自己的 一方面又沒有修改 另一方面又說是有修改過 再加上你沒有提供前後對比 證明他真的沒有修改過 所以這件事都頗難幫到你 但這件事上 你們只好說過 這間公司是願意為你們做一次修改 他現在是你自己堅持退款退貨 不是別人不主動解決問題 所以到底這個修改就場的問題 是不是你退貨的真正原因呢? 還是因為其他原因而令你們想退款退貨呢? 但有一個回應就是 這個市主說到 這間公司沒有站在顧客的立場樓 令他們覺得不受尊重 甚至是有一個不愉快的購買經歷 但我想說的是 你呀 你好比自己大了嗎? 這位老鳳要站在你的樓上想什麼嗎? 那你這策子有沒有站在人員工的角度想什麼啊? 當然沒有啦 有的話就不用擔心那廢話啦 你還在那邊拼嘴? 這位市主更加說到 如果我在大學買東西 商家一定不會這樣 他一定會讓步啊 我真的好想說 正正威風在中國商家做了這些混蛋了 那你又不自己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煩惱到死了 甚至去人家店大賊大賊的行為? 還有啊 你那中國商家有多好 那你自己回到中國買吧 為什麼要這麼卑躬屈膩地去台灣買呢? 第一次回應就是 這位市主在說他老婆受警察無理的對待 之下我想說的是 即是說到自己老婆失控的場景就輕描淡水 但是一說警察就說到什麼又拉不扯 再加上這位市主就拍了一些照片 就形容到他老婆在這件事上 手腳腳腳、頭部又受大傷 我以為你這些人都沒有叫大蛇安寧 如果是中國 第八回應就是 這個就是我的事 因為市主經過這件事之後就反問 這樣當然是台灣還有民主自由發展嗎? 所以單憑他這句話我就知道 就是什麼民主自由發展的概念啊? 收秘好不好? 可能覺得民主就是以民為主 所以買的時候 就一定是以顧客的利益為先 自由樂就是買了一件衣服 無論過了多少天 甚至是收購的顧客都可以自由退換 法治就是他沒有什麼大炒大鬧失控 你都不可以用布來制止他 而是要坐在那裡唸經這樣跟他說法律 車路就這麼說 如果台灣沒有民主的話 那怎樣就不會錄影當中發生的事啦 知道為什麼要錄影嗎? 就要補充雙方的利益和人權啦 不然人家就把我的攝影機打倒你啦 還可以讓你說這麼多話嗎? 其次就是如果台灣沒有自由的話 就不會讓你拿著電話來拍 甚至就連你的帖子都不能打了 最後就是如果台灣真的沒有法治的話 那些警察一過來就打糕你們啦 用什麼有蠻有鎖啊 所以你不可以學嗎? 別人說民主自由法治 你啊!你倆只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混蛋而已 好,那今天就進了 看這件事之後 我可以真心奉勸各位 確實沒有那麼多水平 就不要學人家買平牌,OK? 老套一點也要說一句 這件事就真是貼了嗎? 好啦,那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呢? 這兩張觀眾也不妨礙了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不要那麼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記得按讚,訂閱,訂閱,訂閱,按鈕 訂閱,按鈕,按鈕,收藏,按鈕 拜拜! 喂,你怎麼了? 喂,你不能去這裡的 這裡不能去 不能去那裡的,知道嗎? 你不能去那裡的 不能去那裡的